香港人講求創新, 起樓都要創新 現在其中一種新式的建築方法 就是組裝合成建築法 當在地盤現場進行、打裝、地基等工程的時候 負責發展項目的註冊專業人士 及註冊成建商和他們的團隊 可以同步在廠房監督生產獨立的立體組件的過程 包括安裝飾面、裝置及配件 組件完成後會找到地盤好像砌積木般裝嵌 有效縮短在地盤現場的施工期 亦因為組件在廠房生產 工人可以在安全舒適的環境工作 減少高空工作之餘 又不用日曬雨淋那麼辛苦 就更容易建造又安全又優質的樓宇 所以近年不同的國家都已經陸續採用 最近香港建造業界也開始使用這種方法起樓 但是這種方法在香港的發展還是起步階段 業界可能不熟悉怎麼做 要摸黑行路 所以屋宇處以制定指引及便利措施 幫大家開燈引路 令業界更容易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在香港建樓受建築物條例監管 那怎樣才確保在廠房生產的組件 符合條例呢? 為了令業界更有信心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屋宇處在2017年推出預先認可機制 向符合條例要求的組件供應商 發出原則上認可 業界可以在這份預先認可名單上 輕鬆找出符合建築物條例要求的組件供應商 再共同制定發展項目的詳細設計 限分更多時間及資源 亦可以提升項目正式獲審批的效率 屋宇處為進一步推動組裝合成建築法 在2019年5月推出一項寬面政策 豁免組件的部分樓面面積 計入總樓面面積 等業界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時候 能夠有更多彈性 透過預先認可機制 及一系列的指引及便利措施 屋宇處致力推動組裝合成建築法 及協助本地建築業踏上新世代 本地建築專業人士及成建商 熟悉本地需求及法例 而來自不同地方的組件供應商 可以為香港帶來最新技術 本地業界及組件供應商各自發揮所長 兩者好像拼圖一樣 找得對就可以一拍即合 拼出新一代的香港建築藍圖 香港建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